哈喽大家好 我是王牛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色兵数据库视频 去年联发哥发布了高端芯片天机1000后芯片领域掀起了一波新的热潮 大家确实阔别发哥已经很久了啊 它的标准版天机1000L呢被用在了OPPO Reno3的标准版上 在性能上呢直接吊打了当时的765G而且拉开了很大单位 三星这边在去年也推出了5G的芯片Eknos 980被国产的vivo大量使用 刚发布的708205G芯片也非常强悍 目前高通在中端领域被各个同行是步步紧逼 唯有一颗高端芯片865支撑全局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就来捋一捋目前已经上市的中端5G芯片 孰强孰弱 OK 不关键点 小白色兵马上开始 2020换新机 旧手机回收也可以货币三家 交给小白油品回收 顺风免由上门取件 安全放心 当天打款 价格公道 绝无恶意折价 赶紧搜索上车 小白油品APP各大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依据跑分来划定 目前已经上市的中端5G芯片 与Eknos 980 骁龙的765G 70820和偏向中高端的天机1000L 首先在闪存方面 4款芯片均支持UFS 2.1 搭载骁龙765G的Reno3 Pro持续读取达到了1023兆每秒 表现最好 其中仅Eknos 980是单通道UFS 2.1的 持续读取的仅521兆每秒 和其他三款400家的写入速度相比 三星的980明显差了很多 鱼罗头综合跑分上1000L表现突出442,000多 领先高通和骁龙10万多分 70820 5G也是385,000多表现也非常不错 三星和高通基本处于同一水平都是33万左右 CPU这边GateBatch 5单核性能上1200得分695 Eknos 980 665 820和765G单核性能上基本持平 CPU多核性能上出现反转 70820成为第一 2407 Uvira又是0,000天玑1000L 不过这两个均大幅领先980和765G GPU性能上3GMark Open G21i 3.1 天玑1000L得分4956排名第一 720 820 4668排名第二 765G 3292 三星这边则表现最差得分2597 在3GMark Welcome跑分中 1200得分4437排名第一 70820得分4298排名第二 三星这边依然是最差2693 整体跑分上 CPU单核性能和GPU性能上天玑1000L表现最好 70820在多核性能上表现最好 骁龙765G表现中零 980这边则表现相对最差 OK 双跑分来看一下实际表现 小白测评品20感应两轮打开测试上 荣耀30S最快用时93秒 天玑和765G表现一般用时150秒左右 三星处理器的V5X30 Pro 由于测试时有系统杀秒表货台的问题 没法测试 在游戏方面 王总要基本都是满帧 我们就不比了 和平静HDR高清加极限画质下 4款SoC中天玑线2平均帧率 58.43波动5.81 掉帧有点频繁 当然这也有极型优化的缘故 表现最好的自然是最新发布的 麒麟820平均帧率59.6波动1.3 轻微掉帧 麒麟765G这边排名第二 平均帧率59.48波动1.56 表现最差的是Eknos 980 好分虽然和765G差距不大 但是平均帧率仅有53帧 更高强度的方舟生存进化 最高画质下 820平均帧率29.66波动1.44 基本版帧运行 表现最好 天玑1000L表现稍微差了一点 29.34波动3.35 骁龙765G相比前两名要弱了很多 平均帧率19.52波动15.09 三星Eknos 980表现最差 平均只有18.3波动11.92 总而来说 从理论跑分上来看 1000L5G表现是最好的 在具体机型的实际体验和游戏版面上 荣耀对于7082的调校也非常出色 四者中表现最好 但是不可否认天玑1000L的综合性能 肯定要在麒麟820以上 但是现在有个非常尴尬的问题 那就是它没有多少手机 发布这么长时间了 只有OPPO Reno用了一次 希望发个赶紧给点力 后面的新机赶紧上一上 OK 想了解更多机型的详细数据 关注我们的小白测评 微信公众号 查看数据科技科更多精彩 关注我们的B站 新浪微博 微信公众号 都搜索小白测评 我是王九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